为期两天的试驾体验就此开始 这辆陆寻LC300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敬请期待接下来的详细评测报告 挺安静的 第一个感受隔音效果真的不错 这辆车无论是动力还是变速的顺滑 都是没得说 非常舒服开心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方向盘设计 好像也并不是说特别的结实 还是有一点晃的 我一米八八的个子 难以自信 大家好 我是Sam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4WD Explorer四驱探险 这期节目大家也是期待已久 陆寻LC300的介绍 站在我旁边就是老朋友John 大家好 然后我们这次介绍这款陆寻LC300实际上是一个GXL版本的 算是一个中低配的一个版本对吧 算是入门级版本 它的最低配应该是GX 然后GXL就是这个车 接着再往上一个版本 就是VX 接着呢 然后就是Sahara 其实陆寻今年它跟往常有点不太一样 往常一般就是四个级别GX GXL VX和Sahara Sahara就顶配了对吧 Sahara已经算是顶配了 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又有两个特别款 分别是Sahara的ZX版本 还有一个是GR版本 GR Sport 运动版 但是大家不要为这个运动这两个词给迷惑了 其实真正它其实是有前后锁的 对 这个车更像是越野用的 对更偏向于越野 越野里的运动版是吧 越野的高配版应该是这么说 那接下来我们请John来介绍一下 陆寻300 GXL 来看看这个GXL它到底都配备了哪一些功能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对 相比LC200 对 然后看它的外观吧 这个外观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前脸的变化 对 这样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大灯 我觉得比原来200好像是更窄了一点 扁了一点 对 因为觉得像一个细眉毛一样变长了 好像有点设计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底下这个应该是个日间行车灯吧 对 日间行车灯 而且它好像整体这个灯它是往上移了 对 原来200的话是在这中间的 看起来就比较中庸比较那种中年游腻男的感觉 对 现在整个脸好像抬起来了 对对对 抬起来之后感觉这个一下子就年轻化了不少 是的 而且这个日间行车灯这个灯条特别漂亮 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漂亮 嗯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网 这个整个前脸我觉得还是保持了陆寻系列的一贯作风 对 就是这个车从远处开过来的话 如果你不会仔细去看它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起眼的车 它没有那种非常特殊的一种造型 对 它还是像保持了那种低调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中网这边采用的是塑料黑色塑料的设计 然后配有银边的这种镀铬的这种条装饰 对 然后它这边是一个原厂的标志 背后是一个巡航的雷达在这后面 它的雷达现在这个位置了还是很特别的 藏在这后面 对 我觉得相比之前藏的那个位置 就是前挡的那个位置反而更实用了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它没有遮挡物 对 没有遮挡物 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是的 而且前挡的话 原来在前挡那边 它可能会遮挡一部分你的视野 对的 然后前面还有这四个雷达 这四个雷达的位置也是分布的非常均匀 引擎盖我觉得好像变化不是很大 和你的其实普拉多也很像 中间有一个凹槽 然后这边是凸起的 然后这边也是凸起的 所以你坐在驾驶开的时候还是有点怀旧的感觉 有点怀念你的普拉多的感觉 其实这辆车开起来 我觉得开有点像普拉多的感觉 我觉得好像它开了一个很笨重的 一个很宽 这种很大的车子 反而觉得它非常的灵活 是的 然后我们去看那边 侧面 前面我觉得也就差不多 因为前面的话变化不是太多 然后这边有一些小的一些细节 我做的挺好的 你看这边有路循的一个小标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屋灯 对 所以前脸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侧面的话 我觉得这边侧边的轮廓特别好看 侧面我觉得加了这个 对对对 这个轮媒 我觉得让这个GX这个版本的颜值提高了不少 对的 让它感觉好像误以为它可能是VX或者是Sahara这种版本 是的 看起来比较高档一点 对对 然后整个腰线也是比较漂亮的 继承了陆寻200的腰线的高度 然后最明显的就是镜子的位置 原来在A柱旁边在这个位置其实是 对在A柱 然后现在他们的工程师把它移到下来 对移到这个位置 对 本来会觉得有点怪怪 但是其实坐上去开是没有太多不一样的感觉 不会太大的差别 它也有一点好处什么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 你从这边你还是能够获得一定的视野 就是盲区会减小一点 但是你可能就要多适应一下 因为这个镜子毕竟往后跟往下移了一点 所以你要就是说变道的时候 你可能头要多转一点来看这个镜子 就可能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 但它并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烦恼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小灯 转向的时候会有用 然后刚才就说侧踏板这边的也比较贴心 有一个胶条 对有个这个胶条 这个设计真的是蛮贴心的 对整个这个腰心还挺漂亮的 这个挺高的我挺喜欢的 然后到了后面 这个窗户这个位置跟200是不一样的 它这边是收了 200是没有收的 没有收的 200是这边切上来的 对 所以大家更喜欢哪一种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 喜欢200的还是喜欢300这种收的感觉 是的 然后接着就是后面这边了 这边是最明显的 性不性感 大家来定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个是更平一点的 更平一点 那200的话 屁股会稍微翘一点点 有一个弧线 更性感一些 所以你们喜欢哪一种 也欢迎在弹幕走起 屏幕下方留言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后面 后面的造型也是 变化也是比较多 我觉得后面这个变化也是蛮大的 对比较多的 就是屁股会看起来更丰满一点 不是像200它看起来会比较扁一点 所以你更喜欢300的屁股了 丰满 然后它这个灯也是从侧面过来到尾门一体的了 然后一个拖车的一个位置 它原厂自带拖车 对 这个点 我觉得后面最大的变化 应该是尾门的开启方式 对 因为它尾门相比之前 它是等于说是一段式打开了 它就不像之前是两段式的 对的 给它来看的 这是直接就上翻翻开了 它就直接就翻到翻上去了 对的 那这边就取消了之前再往下翻下来这一点 对 这个平台 对 因为之前老的路循200 它是一个天地门的一个样子 对 上下开的 但是这个唯一不好的就是你现在没有座位了 这点是 就只能这样坐的位置很小你知道吗 原来是可以直接撬上去的 大家是喜欢这种天地门 什么样子 对 还是喜欢只是这种一个上翻盖的这种样式 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 对弹幕走起 然后接着我觉得 对我没什么不好 对你也不好 像我这高度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个子会比较高 我觉得如果是1米85 86 可能我觉得这就是问题了 因为它有可能会 你看到我眼睛了都 所以我估计 你不是两米吗 那你 我不1米88 所以我估计可能1米78以上人 可能都要考虑会不会头撞到这个 因为会碰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更矮一些 大家在过来的时候 尤其是你放完东西 然后想要退回来的时候 有可能会碰到脑袋 所以这个是它的稍微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 OK 现在我们来到新款陆寻的车内 感觉现在设计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非常的年轻化 我们从这边开始看吧 仪表盘这边 好像也没有什么突出的 但是基本上你所有的信息 它都给到了 看起来好像会比较繁多 比较杂乱 但是我觉得 习惯之后 你看到你想要的信息的话 就非常容易 就什么东西都是一目了然的 然后这边这个方向盘 这个也经过一个改款 它这个按下去呢 它好像有一点这种阻尼 有一点这种回馈的那种感觉 它不会说按下去 就是你感觉到底是按了还是没按 基本上你不会误触 而且操作起来的话也是 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方向盘这个设计的 看起来非常年轻化 不像以前老款那种是陶木的 那个看起来比较有点中年有利难的感觉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中控这边吧 这边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改变也是非常的大 像这个还是GXL版本的 所以它这个还是9英寸的 如果是上到VX跟Sahara上面这个级别的话 这个屏幕就会更大 到12.3寸 像这么大屏幕的话 基本上全车人一起看 那个比如说看个影音什么东西的话 都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不过当然Sahara后面 他们还会配备自己的一个小屏幕 接下来这边就是这个空调出风口 移到了这个屏幕的下方 原来的话是在这个两边 然后这底下的话就是一个控制空调的 也非常的清晰明了 这个镀铬这个按钮呢 就是上下波动的 控制温度 控制风量 控制空调开关 然后这底下的话就是控制一些触风的一些风味啊 之类的 这个按键呢 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什么误触的这种可能性 还有包括这个上面也是这个按钮也是非常大 它这还是个触屏的 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搞不懂这些按键到底要怎么用的话 其实靠触屏也是能够完成你的操作 然后看下来这边的话 这边一个储物空间 这个空间呢 不算太大 也不是说很鸡肋 还是能放点东西的 比如说手机啊 它这个差不多一个八盏声吧 五厘米左右的厚度吧 所以还是能放点东西 再往下看呢 这边它这个可能设计就是想说有一个那种好像往驾驶是营的这种感觉 也并不是说特别的结实 还是有一点晃的 每个人都能够够到的地方的话 做工应该要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 然后在它的边上这个是个无线充电板吧 我觉得这个无线充电板 如果我这么开车 我手机 如果放在这边充电的话 现在如果有个电话来 那我基本上我就看不到谁打电话来 我就还得要把它给拿起来 而且这个槽呢设计的就是刚刚好 可能因为我手机大吧 所以这个槽放进去 你想要把你手机偷出来呢 你还得费一定的功夫的 而且呢 我刚刚也试过了 如果我这个手机 如果是带张那个手机壳的话 好像这个是不工作的 就它这个还是需要你把这个手机壳给去掉 它才能够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 然后看到这边呢 就是一些啊 的 丰田的一些越野的一些设定 像这个是drive mode 就是一个驾驶的一个模式 然后你就这边就可以通过转动来选 它一共有三档 呃运动 正常还有一个是省油模式 一共三个模式 然后 这个转盘是个多功能的啦 所以如果我按到这个MTS 就是多地形选择的话 它这边还是通过这个旋钮来进行旋转 它就能够对这个车子的一个越野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选择 那它一共有 五个模式吧 嗯 雪地 泥地 沙地 还有就是烂路 然后还有一个是自动 然后在下面这个就是一个crawl control 这些在之前都已经有标配了 所以只是把这个按键进行一个位移 然后这边有一个坦克掉头 然后标配一个中锁 然后这边是一个拨杆 拨杆的话就是两个功能 一个是切H4跟L4 然后这边是个手刹 哎 今天这个手刹是个电动的了 网店是个手动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杯架 这个杯架呢 放在这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方便 这个杯架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看我们开车是这么开的嘛 那我们需要换挡的时候呢 这边如果放任何的东西 我可以放个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放一瓶水吧 它这个并不会很深 有一半是露在外面的 那我如果要开开车的时候要换挡 不管是拨前拨后还是要按这些按钮 这个杯子始终都会挡住我这个手的位置 然后虽然说它能弄深一点吧 但是我觉得并不能操作并不是很方便 而且它只有一个杯架是可以做深的 而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只能这么高 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如果是出去玩 我这两个地方我可能是不会放水 我更愿意说放到这个侧塔 这个侧门侧板上面 然后这边 哇这个扶手箱明显比我这个普拉多要大的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怎么开呢 是从侧边开的 所以它这个今年这个设计呢 是两边 两边可以开 但是你不能往上翻 所以你只能从侧边开 其实这样子拿取东西呢 并不会说不方便还是挺方便 就是需要适应一下 然后这里面的空间呢 还是蛮大的 它配了一个这个小盒子 可以放点小东西 然后你看我这个也是蛮长蛮深的 放进去之后 差不多还有这么多的距离 所以这是一个蛮深的一个储物空间 那如果你到更高配的版本的话 这边就会变成是一个 呃 冰箱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这个GXL标配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布椅啦 我坐过普拉多的这个皮椅 我现在其实觉得呢 坐这个布椅其实会更舒服 特别是在跑长途方面的话 呃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你能坐的时候呢 呃它比较不会晃动 它能够很好的沉托住你这个坐姿 不会说开久了之后你就慢慢慢慢就往后往往下滑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 今天试驾玩这个300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布椅的 对这个布椅还是有一点改变这个想法 空间表现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空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的宽敞 坐上去的话 手部空间 呃 副驾驶如果有坐冷的话 我们这边有手托 这边有手托 包括这边这个门把手 这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储物空间 包括这上面 这点我还是蛮喜欢的 它还是给你留有一定的这个宽度 所以呢你手其实是可以架在这上面的 它不并不会说滑下来 像我现在开那个普拉多呢 它这个就是这个角度非常的斜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我的手架在这上面 但是这个我觉得设计的蛮贴心的 我手可以就这么架着开 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头部空间的话也非常不错 包括这上面也做了黑化处理 所以让我感觉好像这个空间会更加的宽敞 并不会那么压抑 因为它做黑化之后 我好像并不太容易感觉到它的存在 像这个视野来说的话 这个300我觉得这个视野还是非常好的 一呢我们坐姿比较高 第二呢像前面这个前盖 前引擎盖的话 它做一个这种U型的这种设计的话 其实会增加一定的视野 会让这个车子感觉视野更加的好 那我们注意到这上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那基本上这个功能呢 就是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换一点造型 像这边这个就是灯的控制按键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SOS 可能它有一些特别的用处吧 然后再往前面呢 就是一个这个眼镜盒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后视镜 这个后视镜的话其实尺寸还是蛮大的 然后它还是个电动的 然后还有一点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隔音 现在目前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咱们的时速是多少 100公里每小时 100公里每小时 非常的安静 现在里面的噪音 我们不说话看一下 因为我是从普拉多 开了个一两年过来的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 普拉多的这个隔音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直到我今天 我做了这个路循300之后我才发现 它不管是在60的还是在80 甚至在100的路段 它的这个车内的噪音 居然能够维持在65到70之间 甚至有时候这个空调 如果你开到中档 你都能够湿湿的听到这个风的声音 所以能够想象 其实这个车子在这个车内 开高速也好 或者是走一些烂路也好 它的这个车内精密性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辆车在开起来 还是非常舒服 包括长途驾驶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舒服的一辆车子 哎呀前面很舒服 那我们看看这个后面这个空间怎么样 哇这个后面的空间不小啊 哎很宽敞哎这个 我看看这中间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 如果就是坐三个大人 我觉得还是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 这个后面 而且腿部 你看这个空间 我一米八八的个子呢 然后这个上面 头部空间也不小 然后这个 这个靠椅好像 应该能够再往后 往后倒 哎 哎 快躺下去了 哎这个很舒服 如果你后面没有坐人的话啊 像这个最低可以躺到什么 哇 这个太舒服了 简直就是老板座位啊 基本上你已经 就是完全头就拖在那边 就靠 基本上是躺的了 然后包括这个腿部 这腿部 哎 还可以翘脚呢 这个 我一米八八的个子呢 难以置信 从外面看这辆车 好像并没有太大 但是其实里面这个空间 我感觉 哎 真的很大 很舒服 包括中间这个 非常的宽 而且这里也有个脚垫 而且脚刚好能放在这里 我相信这个 做三个大人的话 都不成问题 然后有时候 我们会带宝宝嘛 所以它这边 GXL这个 也是有配位这个标准的 这个ISOFIX 所以如果要带宝宝的话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两个这个宝宝可以做 那这边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后排的这个 第二排出风口 第二排出风口呢 这边有一个旋钮 分别是控制它这个 左右两边的这个分量呢 可以调大小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开关呢 这个开关是调第三排的分量的 但这边其实并没有 控制温度的按键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温度呢 都是通过第一排 那个按钮来控制的 后面是不能控制温度的 底下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这个 12V的点源口 然后还有一个 两个这个USB的这个充电接口 那我们看到这边啊 这个门上面 还是有一点储物空间的 这上面呢 有一个这种小的这种凹槽 而且并不是贯通式的 底下呢 这边我会看到有一个这个 小的一个杯架吧 可以放一瓶水 应该问题不大 大概就这样一个空间 中规中矩吧 咱们来看一下 后面这个后座 后座呢 也很简单 这边有一个把手一摁 一拉 这个后座就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三排 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后座 后座呢 它一改像以前是 靠边存放这种设计 现在呢 改的放到这个底板上面来了 所以整个这个座椅 一旦收起来之后呢 是一个非常平整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座椅怎么打开 这边有一个扣子 往前一推 然后这个就翻起来 跟普拉多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头枕再一翻上去 那这样子 第三排的座位就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 它这个空间表现到底如何 我的直观表现呢 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 我这个头 已经顶住了 像这个空间 我估计可能Sam可以坐在这里 像我这个身高就算了吧 这个头肯定顶在这里了 稍微有点颠簸 你这个脖子估计够呛 然后这个腿部呢 基本上像是 就是好像你是坐在地板 然后有一个这种地垫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的脚就是缩得非常直 虽然说这边有空间 但是你脚不能往前伸 所以呢 基本上你的腿就是 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侧边的这个空间 其实还是表现非常不错 侧面的这个空间 还是够宽敞 嗯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座椅 座椅不知道它能不能够 向后再靠一点 看来是不行 看看这个 好可以 这个座椅还是可以 向后再靠一点的 如果向后靠一点的话 这个头部 反正对我来讲 还是还是顶到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 舒适性来讲 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因为它往后靠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的坐姿就不再是好像全在这里了 而是好像你可以这样子靠着的 还是比较 比较能够接受得了的 第三排它还是给了杯架 有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USB的这个充电切口 嗯 左右两边都有 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后排啊 可以看到这个后排呢 座椅翻起来之后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位置 基本上呢 你就放个书包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这么这么个深度 那我们看看这个座椅放下去的话 这个后排的表现如何吧 嗯 座椅放下去也很简单 这边有一个这个拔一下 然后这个扣子往前一推 OK 现在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座椅一旦放下去之后 整个就是平的了 相比上一代来说的话 那个椅子在这里 嗯 空间会小很多 像现在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也非常平整 这边打开呢 看到是这个原厂的这个千斤顶 藏在这里面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格子 蛮多储物空间的 这边有一个非常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 这个里面的话可能后期比如说像 越野有需求需要加个气泵啊什么之类的 就可以往那里面放 这边也有一个 嗯 这边空间不大 但是你想要用的话 其实可以放点工具啊什么的 还有包括刚刚说到工具 这底下还有一个 很贴心的一个设计 这边还有一点 可以存放工具的一个地方 这个空间也绝对是足够大了 那我们现在把第二排放倒 看看第二排放倒之后的一个表现 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宽敞啊 基本上一个人躺在里面是不成问题的 然后像平时如果你要搬点家具啊一些彩电啊之类的 放进去应该是没问题 这个空间是非常大很够用的 挺安静的啊 第一个感受隔音效果真的不错 这车的启动特别的轻盈 是吧 跟你那个感觉就是 你那要踩的比较深才能起来 我呢要踩下来 涡轮会有点延迟 然后就会起来 但是这个车 就是它的感受 我觉得跟轿车很像 很典型的一个V6的车 刹车也非常的有信心 很轻盈 但它的方向盘倒没有跟一般的轿车一样那么轻 毕竟还是比较大的车 对 视野一如既往的好 看得非常清楚 在座舱里可以听到一些发动机的声音啊 但是还是很平顺的 刚才有个小的转弯侧倾也非常小 前面后面都看得很清楚 这个倒视镜也不大不小刚好 你跟前面一下开了它上下班 我觉得没什么压力的 又有自动驻车 动力也相当可以 然后视野都很好 悬挂还是比较软的 如果转的特别多的话 特别大的话 侧倾还是存在的 来我们可以还个导试试看啊 感受一下 再刹下来先 我现在是多少 40码还导吧 40 还可以啊 它可以 整个车身的动态还是挺好的 一致性很强 没有说特别左要右摆的感觉啊 就我们刚才出宽道那一瞬间 车身很快就反正位置了 对 那么这辆车无论是动力呢 还是变速的顺滑呢 都是没得说啊 非常的舒服开起来 那如果你要是起步啊 萌踩脚油门 还是可以听见这个放动机的怒吼的 但是当你真正速度上来之后啊 你这个收油平稳行驶的时候 你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非常非常安静啊 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轮胎是一个公路台啊 那如果你换上 尼迪胎或者是AT啊 全地形轮胎的话 可能这个噪音会再大一些 然后呢这个整车呢 自动化系统还是非常高的啊 比如说自动驻车啊 包括自动的远光灯啊 然后呢 这边还有特别的就是它能显示 这个 这个你的这个 道路的限速情况 比如说这条道路限速60 那么它在这个仪表盘上呢 会显示一个60的一个限速标志 那么当你超过这个限速的 的时候呢 那这个标志呢 这个限速标志会变红啊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个车的油箱呢 是110升 相比之前的 老的陆轻200的油箱呢 它是减小的 但是呢 因为用了时速的这种变速箱嘛 然后它的发动机的 那个总的这个 刚速也减少了 所以呢 它其实续航能力 并没有太减少很多 像目前呢 我们这两天的行驶道路 情况呢 是一个综合一个道路情况 然后呢 我们有高速有城市道路行驶 目前的油耗 我的行车电脑显示呢 是10.7个油 所以 油耗还是 非常令人满意的 整体来说呢 这个路行的驾驶的乘坐感呢 特别类似于轿车的感觉啊 你并不会觉得这辆车 是一辆非常大的 这种 7座的一个全尺寸的 SUV车型啊 路行300这辆车 其实在路上的 回头率还是很高的啊 因为这个车 目前在澳洲啊 还是很少在路上能看见的 然后整车这个触碰按钮呢 我觉得也是 布局是比较合理的 基本上呢 你单手都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 这个动力呢 会稍有一定的延迟 会听到发动机的怒吼 但是当你啊 持续踩下油门的时候呢 这个力量呢 就会持续增加 然后后面的速度 会马上这个推背感就上了 所以呢这个车 如果你在高速行驶 想要超车的话呢 但是 信心是非常足的啊 一脚又门下去的 这个响应回馈是 是非常灵敏的 其实绒布座椅 我觉得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坐的非常舒服 会皮的更舒服一些 整个感觉 更像是坐在 家里的沙发上一样啊 很舒服 但是皮座椅呢 会有更多的奢华 那么你们会怎么选呢 弹幕留言啊 会选择皮呢 还是选择 枝容这种座椅啊 然后这个车的避震呢 非常的舒服啊 它这个软硬适中 那么在盖硬的时候呢 它是能够支撑起这个车身的重量 那么在需要它软的时候呢 它又恰到好处的 把它这个吸收了路面的这个冲击力啊 在你过减速带的时候呢 你甚至都有点不想 不想去减速啊 就可以直接以正常速度通过 你都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异样啊 由于本次的丰田Present提供的是试驾车型 只能做一些轻度的越野测试 所以本次测试呢 并不能展示出陆寻300的真正越野实力 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做一期关于陆寻300的深度越野测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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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车总体来说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内饰还是做工还是相当精细的 然后内部空间结构呢 也是非常合理的 这要200呢 还是有了巨大的提升 那么非常感谢这样的参与啊 那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4WDX Pro四驱探险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 也请别忘了订阅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留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是200的车主 你会升级300吗 评论区下方留言弹幕走起啊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